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又软弱 我们又败坏 我们需要主耶稣 再一次用宝血来遮盖我们 让祂使我们刚强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祢面前 我们要仰望祢的同在 求祢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所说的 所想的 都是出自于祢 主啊愿祢在我们当中 得到荣耀 愿祢在我们当中得到尊从 我们也求祢祝福 绞生的事工 主啊使到绞生 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灯塔 吸引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 能够来救光 来到重光之源 我们的主耶稣面前 接受祂为救主 接受祂为生命的主宰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完全仰望交托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劳牧师 给我一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 来分享主的话语 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 这处圣经是在西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耻地献给神 他的血不更能洗尽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我们读这节圣经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除去我们的死刑 洗尽我们的心 这不是一个目的 这是一个过程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侍奉神 是神在万古之先 为人所制定的一个计划 也是人最高的一个权力 最尊贵的使命 就是侍奉神 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使我们这些原来远离神的人 能够回到 侍奉神这个原始的使命 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交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一个使命 就是要按照神的吩咐 去管理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海里的鱼 和地上一切所有的 是一切都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但是人犯罪以后 就把这个高贵的使命忘记了 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失败 他就借着主耶稣救赎的工作 在人的身上恢复 神在创造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一个人 如果他蒙恩得救 可他不是奉神 就是让耶稣基督的救恩 没有达到目的 好多人信主蒙恩得救 想这下我不用下地狱了 我可以上天堂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最终的目的呢 神是要我们来侍奉他 那今天 在好多人信主的当中 却把这个目的忽略了 人的堕落就是 不以神为中心 而以自己为中心 我能够上天堂 我祷告神能够随听 我的利益能够得到 这是人 在地上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心里所想的 但是神创造人 不是仅仅是要人 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是要人达到神 创造人的那个目的 所以 我们可以说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 却不以神为中心 那可以说 他就是白信了 没有达到 基督救赎的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怜 非常可惜的事 那什么叫侍奉神呢 我们来看 还是西伯来书 十二章 二十八节 所以 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上帝所喜悦的 用天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侍奉神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是不是 按照我自己 所认为的那个方式 我所喜欢的方式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 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 好多人侍奉神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背景 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习惯 来侍奉神 我们教会 有一些人 以前拜偶像 拜佛 拜得非常的认真 那他的侍奉神的 样式就是什么 就是跪在 一个偶像的面前 在那里侍奉神 但是等他信主以后 他要侍奉神 圣经告诉我们 要心灵跟诚实 来敬拜他 但是这个 他还是不能习惯 结果怎么样呢 原来拜偶像的地方 就拿掉了 偶像拿掉 放一个十字架 以前呢 他还不是放十字架 就在外面买了一张 自己认为比较漂亮的 耶稣像 放在那里 那其实那不是耶稣 就在那里跪拜 那我去 那不是耶稣 OK 他说 那既然不是耶稣 那就换一个十字架 在那里 这个是按照 他的自己的习惯 那神喜悦这些东西 神是要我们 用心灵跟诚实 来敬拜他 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保罗说 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现在看仆人 觉得很简单 仆人 那我今天 你给我钱 我就去侍奉你 去服侍你 但是那时候 这个保罗所用的字 是罗马帝国里头的 那个奴隶 那奴隶呢 是没有主权的 是完完全全顺服于他的主人 那保罗 他是用这种心态 来侍奉神 这里告诉我们说 侍奉神 一定要按照神所喜悦的 比如说 我请一个 这个 Chef 一个大厨师 来给我煮饭 那他 煮饭的时候 他不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 而是他所煮的 就是他自己喜欢的 自己煮 我认为这个很好吃 你也应该喜欢 那我不一定喜欢 好像 我们教会 有一些四川人 他 觉得我们 我跟我太太 在教会侍奉 很辛苦 所以他就 要表示他的感谢 结果那天就给我们送了一盘 他认为最好吃的菜 什么菜 麻辣 结果拿 进一口 吃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 是很香 但是没办法 这是他喜欢的 而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但很多时候 我们侍奉神 也就是这个样子 OK 我们知道 你在侍奉 你的主人 一定要知道 他喜欢什么 他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知道 最近 这个川普总统 他开始 用了很多人 但有一些人 进去 他的政府里头工作 他不喜欢 川普的 主张什么 而且跟他 对着干 结果怎么办呢 川普只能叫做 你 朝你的 朝他的犹豫 那今天呢 我们在侍奉神 有一些人呢 不是按照 圣经里头 神怎么告诉我们 而是按照我们的意思 我想这样的人 我们的侍奉 一定是没办法 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年轻人 他们愿意来侍奉神 觉得很高兴 但是呢 有时候 我也有点担心 因为年轻人呢 就把他自己认为的那套 就拿进来 而不是按照神的 所喜欢的 有一些年轻人 在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开始青年团契 他讨论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到哪里去爬山 我们要再去那里打篮球 而不是说 你团契是要在主里 团契要读足的话语 而是他认为 那个叫做青年团契 你这个读经啊 这个太老套了 但是 真的 他有热情很好 但是 我们一定要 引导他们 来知道神的心意 在旧约里头 我们看到 神的一个大用的仆人 叫摩西 这摩西呢 他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神的仆人 如何认识神 然后知道神的心意以后 来侍奉神 被神大用 他的一生 可以分成三个四十年 头一个四十年呢 他认为 我能 所以 他看到他的一个 这个西伯来人的同伴 被人欺负 他就出头 然后最后呢 弄到很狼狈 要逃离埃及 所以 他 我能的结果呢 就是要逃 结果 去到了旷野 到了米甸 那个地方呢 又是另外一个四十年 在那里呢 他就经历一个 就认识自己 你在埃及学 很多学问 有什么作用呢 你最后呢 就是在那里看羊 所以他认识到自己 我不能 所以 你看 一个人 四十年过去了 又另外一个四十年过去 两个四十年 好像神都 没有用他 但是一个 被神所重用的人 你一定要认识 我不能 你没有认识 我不能的时候 神 很难用我们 结果他 后四十年 他带领 以色列人 经过旷野 到了加安地 他认识到 神能 所以 第一个是 我能 我不能 然后最后是神能 那这个也是 我们每一个 侍奉神的人 我们应该经历的 最终 我们要知道 不是我能 而是 神能 侍奉神 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侍奉 得到神的喜悦 跟侍奉的动机 非常的重要 你为什么要 侍奉神呢 我是潮州人 我到 后来到广州 读书 也在广州 工作 我觉得 广东话 有好多 这个讲法 跟国语不一样 他们做什么事情 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个 在国语 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 但是 所以 那时候的那些同学 做什么东西 他们都问 有什么 然后等到工作 他也是问 就是要什么 要得到好处 是不是 老牧师 就是要知道好处 那我们侍奉神 这个动机 如果是跟 讲广东话的人一样 为了什么利益 那真的 我们要小心 要在神的面前 来好好的来思考 在《猎王记》下 第五章 讲到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基哈西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 这个基哈西 基哈西是 先知以利沙的仆人 那以利沙是 以利亚的仆人 这个以利沙呢 就继承了 以利亚 就成为了先知 也就是说 基哈西如果跟从 这个以利沙 他也有可能继承他 作为先知 有一次 这个亚兰王的一个元帅 乃曼 长了大麻风 然后去找 以利沙 以利沙呢 就叫他说 你在那个 越南河的水里 去沐浴 然后他 开头是不愿意 但是后来呢 去沐浴 终于好了 好了 他就非常的高兴 所以带了很多的礼物 去给以利沙 那以利沙呢 就拒绝 以利沙说 我指责 所侍奉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受 因为知道 这是一个犯难的时期 以色列是一个 处在一个 受羞辱的时期 他不愿意 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 所以乃曼呢 最后只能走了 吉哈西 在旁边一听 就觉得不对劲 我们又不偷又不抢 做工得工价嘛 你不是跟人家要 人家送上门呢 怎么不能拿呢 所以他说 这个是真的 简直太过分了 所以他说 他就讲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先 其实我们现在来想 那他很合理啊 结果呢 他要了 果然他要到了 但是他回去的时候 那个以利沙说 你从哪里来 他的回答 我没到哪里去啊 我没到哪里去啊 以利沙说 那人下车 转回营里的时候 我的心 岂不 我的心岂没有去吗 这岂是受影子 衣衫买橄榄园园的时候吗 所以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你和你的后代 直到永远 那基哈西从此 就从以利沙面前退去 全身长了大麻风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戒 因为他的理由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心有问题 你侍奉神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看到新约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他的太太 叫做撒菲拉 在圣经 是很出名的两个人物 但这个出名呢 我们千万不能要 初级教会的时候 大家很热心 很多人把自己的田厂变卖了 然后拿钱到了使徒的面前 他们变卖 田厂 因为他们热心爱主 受主感动 但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 也卖了他们的田厂 但是他们不愿意 全部奉献 他就保留起来 我想这个保留起来 这个也是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们却是 他保留了 但是跟彼得说 我卖的就是这些 就是我的全部 那彼得因为有圣灵的存在 马上知道 他们其实是有保留的 那彼得跟他讲说 如果你开头卖的时候 你要奉献 你奉献一部分 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问题呢 你就是奉献一部分 却讲你奉献了全部 那这就是欺哄圣灵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看到别人 奉献全部的时候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称赞他们 非常感动 称赞他们 所以他们要得到人的增长 给一点 却冒充说 给了全部 这个在初期的教会 神是看得很重的 不能有任何的一点虚假 那前面我们看到 基哈西是因为有利 他的侍奉是为了利 这个 后面那个亚拿尼亚夫妻 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名 所以侍奉 如果我们是为了名 或者为了利 在神的面前 是不能悦纳的 但是 我们想就 那帮使徒应该就很不错 很不错 其实呢 这帮使徒也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为名为利 而是为了权 什么为了权呢 等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这个约翰和雅各 他们把他自己的母亲请了出来 然后 跟耶稣说 这个母亲呢 也真会说话 她说 主啊 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 你都听嘛 她先弄一个套 想耶稣跳进去 但耶稣其实知道她呢 你还是明说吧 你要什么 结果呢 她就讲 我要我两个儿子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一个坐在你左边 一个坐在你右边 成为左右宰相 哎呀 她听了这句话 那些门徒知道了 哇 很生气 你们这么两个人 就这样偷偷的 而且还把大人叫了出来 他们这里是为什么 为了权 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谁要以为首的 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这个是 侍奉神的一个原则 你要带头的 你要愿意 做小的 OK 那我们侍奉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为民为利 为权 但是怎么 有什么手 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我们继续的侍奉下去 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动力 侍奉的动力 像一辆车 不管你是多好的车 没有动力 没有油在里头 它没办法往前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意向 如果侍奉神的时候 没有意向 你是没办法走远的 保罗侍奉神 三十年 最后被抓到 亚基波王面前做宪证 他告诉亚基波王说 亚基波王啊 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向 所以他三十年的侍奉 是基于那时候 神在天上给他的意向 前不久我们在庆祝 老牧师的 这个七十大受付 也庆祝他 侍奉神有多少年 僵僧在这里多少年 我一直记得 老牧师有一个意向 就是要去看顾 那个圈外的羊 是不是 这个是老牧师的意向 这个意向 让他能够七十年 一直地侍奉神 一直能够僵僧 一直地干下去 真的 我听他的经历 他讲的时候 好像轻描淡写 但是他在讲的时候 我里头真的是很酸 因为我在教会 侍奉的时候 我今年我就问 我们教会的财务 说我们今年的收入怎么样 收支怎么样 他说 今年因为教会里头 有几个原来奉献的大户 突然间不见了 我们今年的亏空 九千多 小教会九千多 我一听 我说 去哪里找这个九千多 所以我能够理解老牧师 真的不容易 如果世上的人 如果开一个生意 一直亏本 一直亏本 最后怎么样 但是能够继续 虽然这里亏 但是都是补来补去 神就会借着各种各样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地 继续下去呢 我觉得 意象是最重要的 老牧师 是有这样的意象 其他侍奉神的人 有那样的意象 其实呢 就像一个拼图一样 每个人所看到的 就是那一面一点 我一点 你一点 弟兄姐妹 最后把拼图凑起来 就变成什么 就是一个神国的 那么大的一个意象 一个big picture 就在那里 最重要的 我们的侍奉 是为了神的国 虽然我们所看到的意象 对我来讲 我看到的 就是小小的 那么一个 一点点的意象 但是 也是 这么多年来 神就是用这个意象 支撑着我 有时候 我们的教会是小 有时候在长岛那边 就是二三十人 你这样 而且那些人呢 你在讲道的时候 下面有 三四个都在那里 你在那里 你在那里 高翻 他们在那里 放高 哎呀 你真的是 心都痛了 哎呀 我真的是想要 要打退堂鼓 但是没有 神就这样的 带领我 那再 另外一个呢 就是 除了要有意象 还要有什么 要有爱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爱神 我们没办法 其实这个爱 最重要 我看我的时间差不多 我就讲 讲最后一点 我前不久在 微信上面呢 看到有一个广告 招工广告 招工广告呢 就说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是没有holiday的 但只有一天 有holiday 但是 那天的holiday呢 还要他 自己煮饭 那这个职业是什么 就妈妈 三百六十五天 他天天坐 一起 床就是干 坐 但是全世界 我想如果你放在 任何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 愿意去 就应征 但世界上 我看 应征的人还不少 在我们当中 就好多人 早早就应征了 但为什么 这样苦 这么累的 活愿意干呢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什么 爱 他爱这个家庭 爱丈夫 爱儿女 那我们今天来 侍奉神呢 不外就是因为 我们爱神 所以我愿意 为神摆上 我们的一切 所以今天呢 在最后 我们讲 要侍奉 我们不能为民 为利 为权 我们 要为神 然后 我们要有意向 我们要有爱 才能够保持 我们能够继续的 不断的侍奉下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今天 在我们这帮 侍奉神的人身上 放了一个负担 放了一个使命 也让我们知道 侍奉你 是你创造人的 一个目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 看着这个标杆 然后努力的 往前直跑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